超经典的一段话,至2019的自己,生活累不累,自己去体会,责任重不重,自己去感受,赚钱难不难,自己最明白,人生苦不苦,自己最清楚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,为了生活奔波忙碌,为了责任无私付出。 累了,不敢多休息,痛了,不敢哭出声,怕家人担心,怕别人看清,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。 可是,我们是人,不是神,会累会痛会难受,会哭会烦会哀愁,多想有个人陪在身边,哭了,给予安慰,累了,登座一口,冷了,贴心添衣,原了,真心惦记。 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明白,生活,要自己去扛,苦累,要自己面对,泪水,要自己擦拭,风雨,要自己抵倒。 没有人能一直陪在左右,总有一段路,要一个人走,总有一些伤,要一个人扶。 说到底,还得靠自己,别人也有自己的难处,帮你,是勤奋,不帮,是本分。 所以,不要指望谁,生病了,自己买药,贴冷了,自己加一,没钱了,自己去赚,想幸福,自己努力。 生活坏到一定程度,就会好起来,想不通的事,睡一觉就好,得不到的情,能忘记就行。 有人对你好,你就珍惜点,有人讨厌你,你就离远点。 不想帮的忙,就拒绝,不想做的事,别答应。 与其看别人脸色度日,不如靠自己生活,与其小心翼翼的装着,不如没心没肺的活着。 毕竟,没有过不去的坎,没有放不下的事。 2019,一切都是新的开始,我们要开心快乐的活着,我们要轻松舒服的过着。 此文献给所有没人疼没人帮的朋友们,听好了,记住了,这个社会除了靠自己,靠谁都不行。 加油,努力,靠自己,扬眉吐气,靠自己,无畏无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